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洲日报沙巴新闻 今天是2024年4月12日 Indo Cafe祝您开斋节快乐 首先来看封面以及头条新闻 开斋节首日 鲜本纳的甘榜帮敖帮敖 水上木屋区发生踏桥意外导致7人受伤 这起意外在晚上接近80发生 一道连接陆地 长约200公尺的杨辉桥梁塌陷到海里 连带一间于市场建筑和一间木屋一起坍塌 同时有一辆摩托车掉入海里 事故造成身处现场的五名男子和两名女子受轻伤 其中三人并非我国公民 伤者年龄介于10岁至45岁 在现场接受简单护理后拒绝前往医院检查 至于坍塌的木屋一家五口 被安排到别处暂住 以策安全 来看下一则新闻 沙巴州元首府在开斋节第二天举行开斋节茶会 州元首邀请300人 包括高官险要 社会名流 社团和宗教领袖出席同庆 州元首敦珠哈马西鲁丁与夫人 杜潘诺利达在政府领袖陪同下 主持切蛋糕仪式 与一众宾客互动和拍照留念 主人家除了准备各种佳节美食招待宾客 也邀请来自八八县的古典乐器 六弦琵琶乐团演奏和演唱助兴 出席贺客包括沙巴首席部长 拿督哈芝芝与夫人 拿听朱利亚 州议长 拿督卡特辛康利 州内阁部长和助理部长等 换个焦点 八八县的科国本绿水厂升级工程 已经在去年8月份动工 预计在2026年8月份才能完工 八八区国会议员 拿督阿米站坦言 目前该县的三座绿水厂 能够提供的净水 每日合计只有6300万公升 仍然无法应付对水工逐渐增加的需求量 他说开斋节期间 该县仍然有部分地区民众 面对水工问题 他也知道县民不满 还要承受三年水工不足的痛苦 他对此感到抱歉 并声明大型水工升级项目 需要时间完成 他承诺会全力监督项目进展 包括每三个月到现场视察 确保不会有任何导致王公进度延误的问题出现 最后来看火灾新闻 开斋节假期 第二天 沙巴东海岸和内陆区先后发生两起火灾 造成三间房屋和一间修车厂被大火烧光 第一起火灾是在上午大约11时50分发生 拿督的甘榜萨里两个家庭正在庆祝佳节 住家却突然着火 萧整队在半个小时之内控制了火室 但两间房子和两辆车已经被烧毁 第二起火灾是下午2时在丹南甘榜案被发生 萧整队抵达时 一间民宅和一间修车厂几近被烧光 停放在修车厂的七辆车也被烧成废铁 两起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失火原因和财务损失金额有待确认 感谢您的收看 8星周为您报道